在這段我們要講的是Excel函數應用 快遞費計算方法 我們看一下結果 假設今天會有各個程式 他有不同的公斤數 要不同的運費 那換假超過20公斤呢 又有另外一種算法就是 第一公斤的話呢 要這樣的運費 然後其他 超過一公斤以外的 每公斤他在乘上 這樣的費用 那這要怎麼去計算 因為他分成兩塊 一塊四不到20公斤 一塊四到超過20公斤 那我們來算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可以看範例這邊 我們來講一下 這段算法怎麼去算 第一個 等號 我們來說以負含數來先算 C2儲存格是不是小於等於20 如果是的情況下 我們就用WeLookup 然後呢 我們要先講好哪一個儲存格 C2儲存格是不是 不是哈 A2 A2儲存格 去跟什麼這個 前面這塊範圍有沒有 比對 F2到L15 給他比對 比對完以後呢 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要抓地起籃 抓地起籃 因為他是根據什麼重量 0.25公斤 1公斤 5公斤 10公斤 15公斤 20公斤有沒有 的算法來算的 來算的 所以這裡面會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哈 你要先注意到一件事情 超過20公斤 就要這樣算 但是這剛剛好在20公斤的時候 他的算法在這裡哈 所以特別注意到一件事情 那這時候呢 怎麼樣 我們要來寫的是這裡哈 注意到你要用match match什麼呢 match這個重量 去哪裡比對 去這裡哈 F1到L1 這個範圍比對 然後右括號 右括號以後呢 逗點哈 注意到我們剛剛用的是程式有沒有 程式的話呢 注意到你一定要用什麼 完全符合哈 完全符合 有沒有 好 逗號 後面這個第二個條件我先不是哈 大於20的我先不做 那我們來看結果哈 有沒有 逗點 fuel 這裡忘記右括號 不好意思 忘記一個右括號 OK 然後這裡沒有資料 點兩下之後 幫你算出來有沒有看到 小於20公斤的 他們每個的費用是多少 有沒有 這邊都出來了 出來了 花蓮 花蓮18.9 花蓮的 18.9就在這個地方 超過15就沒有花蓮的 你看這裡哈 花蓮8.9 180 所以在這裡5公斤到花蓮 180 那第二塊呢 第二塊就比較麻煩哈 第二塊這個 超過20公斤的話呢 第一件事情我要寫什麼 等號的 一樣用VLOOKUP 一樣用VLOOKUP 有沒有VLOOKUP第一件事情 幹嘛 你要先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們要抓什麼 我們要抓什麼你的程式有沒有 在這個資料範圍 在這個資料範圍 的第幾欄 F4 第幾欄 我們要注意到第幾欄 12345678 第八欄 所以這個是固定的 第八欄 有沒有 加上VLOOKUP 一樣A2 有沒有 都有點 一樣的範圍 然後呢 A54 我們要第九欄 特別要注意到 這個後面都一定要加0 完全比對 然後好了要注意到 這個後面這一個幹嘛 是單一公斤的 所以你要幹嘛 他乘上什麼 乘上重量 減一公斤 特別注意到的 我把公式往下拉一點 要看得清楚 這裡去到你的C2 還要再減一公斤嗎 因為這個一公斤就前面這裡 手重 手重一公斤的 所以這樣子 好了以後 右掛號 把整個完成 他就把你算出來這個 43.8的話是742塊 那我們可以點兩下 他就把你算出來每一個 超過20公斤的每一個到底是要 多少的運費 então 你可能會就做不成功了 你可能會都能夠 超過20公斤的 你也不成功了 你可能會是